NBA最新消息 第一个,就是要祝福中国大魔王周琪新婚快乐,周琪妻子王新一昨天没有遮掩无名纸上的钻戒,让秋名不断猜想是否隐婚,最后周琪和王新一领取结婚证的照片流出,实陈周琪隐婚,现在新的猜测是王新一身怀六甲,就不知道大魔王是不是要当爹了,两个人现在还没有大半演习,因为新赛季即将开始。 周琪叫到美国去备战新赛季,妹妹Clutch Points发推,提醒所有NBA球尼常规赛倒计时三十天,2018-19赛季常规赛节目战首日,有四支球队将会在北京时间10月17号一炮打响,迎来一个全新的征程。 76人VS凯尔特人,雷霆VS有事,两场交点谁能取得开门红,不管怎么样,威尚和杜兰特仍是最大话题。 训练赛,季前赛,常规赛,都提上了日程,威尔特不能再等了,虽然热活来历没有给出英勇的敬意,但是威尔特仍在社交媒体,宣布生涯重要决定。 那就是征战最后一个赛季,毫无疑问,36岁威尔特希望拥有一个退役巡演赛季,不想就这样告别NBA舞台,希望去帮助一下热活年轻人,带领他们在职业生涯书写故事。 每季听Rainers跟健豹道称,威尔特宣布回归热活并不是为了金钱,因为威尔特做出的决定,最艰难,又最简单,只是跟随内心回到热活,毕竟人们的焦点,都在于热活来历的态度,心酸,或见助理教练不资的李克宣布退休,明记沃带来的消息,今年65岁的不资的李克很快会发出退役声明,毫无疑问。 火箭队能够拥有无限联防的威力,正是得益于2015-2016赛季不资德里克的加盟,担任火箭的防守教练,执行火箭的帅炮轰战术,火箭队的防守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,新赛季没有不资德里克的防守指导,希望火箭不要丢失上赛季防守的侵略性。 美记雷克哈普报道称,森林郎全明星中风唐斯打球风格太软,导致球队再没有巴特勒时候战绩糟糕。 雷克哈普的言论,将会起到很大冲击力,因为唐斯和巴特勒不和睦的消息,已经引起热议。 森林郎老板要是考虑留下巴特勒等公牛就不,还是放弃唐斯等嫡系猩猩。 雷克哈普的评价就是一个艰难的抉择。 上赛季森林郎在巴特勒付出后,在主场艰难完成最后一战,才拿到时隔十几年的季后赛赢额。 唐斯确实需要做助改变了,季后赛在面对火箭哈登错位防守的时候,唐斯居然无法但是升高1.96米的哈登。 成为一大笑柄。